很猛地转到院里面去了 哎呀当时我的姐姐心疼的 比把她的衣服撕烂她都心疼 她赶快跑到院里把这个圣经捡起来呀 她告诉我 她说是文化大革命一个姊妹 为了保存这本圣经啊 秀命都搭进去了 姐姐为王心才召来一位基督徒 这位基督徒后来死在监狱里 我把她就请到我的住室里边 她一看我呢桌子上摆了那么多书籍 她说这你都看过 我都看过 她说你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 我说是的 她说但是在地上你找不到真理 她说真正的真理是在高处 她给我比个例子 她说比如一颗横 结了很黄的横 但落在地下一个珠去了 她就在地上把这个黄的横拾起来吃 吃完了以后 她就用它的拱嘴 拱着地横从地上找 她不知道抬起来头看看 这个横是从上面掉下来的 我当时我觉得这个很有哲理 哎呀我说这个人 他根本没有给我提耶稣 也根本没有给我提这个圣经的事情 后来了我就猛然间从里边 有一个爆发的 我说我信 哎呀当我说我信这一句话 说出以后 我觉得我的脸非常红 那就比偷盗 比人家怠入还要红 王心才信主后 极度渴望得到那本 曾经被他扔过的圣经 他找到圣经的主人 我说我把我的自行车给你 你这一本旧圣经给我 我一个新 这个飞高自行车给他 他说他不换 在那个年代 一辆崭新自行车的价值 在文化大革命时候 被抓去被打 一只脚被打断了 在我们方圆武师历内 只有一本 经过文革时期撕毁的圣经 惨缺不全的新乐 是罗马书第12章到 其实路第11章 所以我们就要想去学习他 人家借看拿过来 是绝对不可以的 不允许的 因为他们就是施他为宝贝 所以我们就只好去抄 每个星期去三次 有的时候最少也去两次去抄 第一本圣经回去 是一个姊妹拿到的 透过香港人送给他的 在会场里 每一个人都是 都是拿一拿 传一传 第一底 每个人都是放在脸上 亲一亲 三十多个人亲过来 这个圣经啊 他这个 一方是用红色淹出来的 用颜色淹的 所以大家的眼泪 已经把那个圣经的红颜色 都枯散了 那个泪把圣经都浸透了 文革期间 中国基督徒舍命保存下来的圣经 真像凤毛麟角一样洗手 文革后期 首抄本圣经大量出现 一些海外信徒也开始偷运圣经 分发给各地家庭教会 直到1985年 在西方基金会的捐助下 圣经在中国才得以大量印制 但至今仍不能公开发行 人们要想得到一本圣经 只能到三次教会来购买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今天 圣经已经流入 亿万个中国家庭 就像荒漠中的肝泉 滋润着一颗颗饥渴的心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70年代末 关押在监牢里的基督徒陆续获释出狱 归心事件 我赶快说快车要回来 就在那等着快车要回来 到了北京以后 11点多了 大闺女、大女婿、小三、我、四个人 赶紧喝点粥 慢慢喝喝吃点饭 就到车展街了 接了 那时候不是这个阴光灯 是那红灯的车 红灯看不见 车载也没有那么亮 我就看看怎么样 眼睛特累 抬着四个人 离得很距离很远 看不见 结果看看 人都没有了也找不着 他们不认识我了 走了二十多年 穿的是黑的棉袄、棉裤 戴的是大皮帽 在东北那个穿着的靴子 他们看不见我 袁湘臣自己搭车到了白塔寺 却怎么也找不到家门 那么早那么早 我上哪儿去 我就喊 我就喊 梁慧珍 喊梁慧珍 因为搬家我不知道 我八年我是在福音堂 他们搬到这儿 我也不知道哪儿是白塔寺四少 我那个儿媳妇 三儿媳妇 她说梁慧珍呢 去车站接人去了 我说要接着就是我 这些儿媳妇都没见过面 我走的时候老大才17岁 袁太太带着孩子们 失望地从火车站回来 我看见灯都不会亮了 奇怪 我就快跑两步 一开门 我看她在起脚呢 我没话说了 她就光秃 光头 没话说了 她正在起脚呢 她还挺高兴 她跟我说什么 她给我60块钱 她给我60块钱 让我旅费 帮着我60块钱 她回来 我也没话说 见她没话说了 瘦瘦瘦瘦瘦点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心里又欢喜 又充满了感谢 本来是怕无需回不来的 我这个不信耶稣人说呀 哎呀 你真命大 她说我命大 又回来了 不是命大 我是神的孩子 第一个就是感谢 没有可说的 会回来 我不慢慢想到回来 我却知道 坏事变好事 她入了监狱 就等于入了保险厢了 不然的话 在文化大革命也打死了 活活打死更难受 所以我就想到这里 我充满了感谢 我不知说什么时候好 她醒了 醒了醒了以后 也没吃饭 她就睡觉了 我就时的时的这 我爹地上班了 原乡辰的二十年 牢狱生涯结束了 她知道 太太在监狱外度过了 更加难熬的二十年 说在这二十年当中 我内人就是受了 不可言 行人痛苦 把孩子养大 她走的时候 我家里八口人 我婆婆 还有六个孩子 当时我也没有工作 在人看来 真是难以生活 后来参加工作 才是一天八毛钱 八毛钱 三八二十四块 二十四块我拿出十分之一 多一点三块钱 我还有二十一块钱 八口人怎么能过呢 我就祷告 我就这么说了 我主啊 是的 出于你 我就默然不语 求你保守我 和我的孩子 不要羞辱你的名 六个孩子 孩子没有一个 埋怨的 我常常讲 你父亲是为主的缘故 也不是犯罪 为主的缘故 但是孩子也是受了很多的苦 我这个孩子吧 他在三十五中 是很好的学校 给他起来好像窝头脑袋 天天带窝头 我没有不舍得买白面 他说妈呀 你给我买一个刺 买一个馒头 堵堵他们的嘴 我说不能买 我买一个偏向 我六个还得买 六个不舍得买 有一天 原家老少八口 真的穷困到了 接不开锅的地步 晚上就是十一点多 我就祷告 主啊 明天什么都没有了 米安面也没有钱了 怎么做啊 你要不给我吃了 我就喝点暖壶水了 但是到明天 擦五分六点 有人敲门 我祷告跟祷告完了 我就下地赶紧敲门 我就住一间房子 我就开门 一开门不认识 是个老太太 大概有六十多岁 我说您老贵姓啊 他说你不要问我贵姓 我说受圣灵感动 有这点东西送给你 有一个包 他走了以后 我就打开了 是五十块钱 那是五十块钱 很值钱 很值钱 不像现在 很值钱 所以那时候 这五十块钱 我就买了面 买了煤球 买了什么东西 另有一次 一个小姑娘来到原家 这里有一包东西 要交给你 大包啊 你送给东北 给东北原博寄去 中包啊 是给需要的人 小包是给你生活费 三个包 拿一大包 这个孩子 我说你贵姓啊 他说你不要问我了 我妈不让说 在那二十年的艰苦日子里 是一种伟大的爱 从物质上和精神上 从天上人间 从四面八方 牢牢地支撑着 这个柔弱的女人 其貌的很 都是每次寄钱来 寄的汇票 都是代号长的 1078 1056 都是干钩鱼 鱼境鱼泼 但是我照他那个地点回信 我收到你的钱 希望我能见一面 我也不认识你 谢谢你的爱心奉献 两天以后 他把你信用退回来了 邮政局 无此人 每月每月都寄 一直寄这么二十多年 有些人都说 你受了那么多的罪 街上就说 你受了那么大的磨难 你还那么样的喜乐 他们不明白 但是我知道 我的主加我的力量 你受了那么多的爱心 神迹和我找主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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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